请公主立即恢复 放肆 你给我立即出宫 把御灵军给我全部撤回离山 谁敢 这个酷似灭绝失态的老太婆正手握一把以天剑 以己之力与御灵军们抗衡 面对这么多士兵她也是毫无畏惧之色 真不愧为武则天的女儿 太平公主得知她的哥哥中宗李显无缘无故的驾东之时 便觉得是有蹊跷 于是就带着以天剑立即进宫响一探究竟 然而却被为皇后的弟弟拦住了去路 可太平公主怎会被一个小小的将领吓唬住 谁敢不许我进殿 这是则天皇后赐我的宝剑 三瓶以下 斩而后奏 你 一进宫看到七哥李显的尸体 便再也压抑不住心中悲伤之情 哭得那叫一个梨花带影 告诉美 是谁害了你 是谁想的毒手 而此时幕后的黑手正在后宫拉拢上官晚 你放心 我带你一向亲如姐妹 日后宫中的事 我们俩一块商量 上官婉儿虽然对她毒杀亲夫的事也感到不迟 但毕竟此时大局已定 她也只好答应了为皇后 但当务之急首先就是要稳住朝中局势 皇后应效仿 则天皇帝的办法 先立陛下的幼子重冒为皇太子 您亲自临朝设政 以稳定大局 母后 那我呢 我怎么办呢 可是她女儿安乐公主却不愿意 她表示老爹是我亲手毒死的 现在眼看就要享受胜利的果实了 却要把我踢出局 不是说好让我做皇太女继承皇位的吗 此时的为皇后见她这闺女这么喊 就赶紧劝她 早知道是这样 我何必要 你给我坐下 你这孩子也太不毒事了 天下已经归你母亲了 还充备你的份儿吗 在安顿完女儿之后 就立马让上官婉儿起草诏树了 而另一边前殿的灵堂上 为皇后的情夫钟楚克 已经带兵来到了大殿 声称自己是皇帝的守灵将军 想将太平公主赶出皇宫 可太平公主毕竟是武则天的女儿 又岂是这么容易糊弄她 皇帝驾崩 我身为妹妹竟然不知道 倒招了你这个外人来守灵 这是哪家的规矩 这是谁出的主意 我问你 皇帝陛下是怎么死的 你说 钟楚克眼剑镇不住太平公主 就命手下拔出刀剑来增加底气 谁知太平公主却丝毫不拒 直接拔出了一天剑 钟楚克一剑这种气势 也再一次败下阵来 太平公主剑状便趁胜追击 立即对她进行一波反向压制 和天皇帝之女 大唐天子之妹 你们竟敢拔刀想象 这不是毛反是什么 把皇后给我叫出来 都给我退下 危机时刻为皇后出现 她和太平公主四目相对 两人足足对视了有三分钟 可是公主毕竟是女皇武则天之女 在气势上又怎么会输给她 在太平公主强大的气场之下 她终究还是没能抵挡住公主身上流露出的霸气 变得也有些心神不宁 就连说话也毫无底气 皇帝 突然驾崩 郑宇与公主和相王共议后世 为皇后在与太平公主的这番较量之下 终究还是败下阵来 太平公主冷哼一声便转身离去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 关注我我们下集继续接着讲